在原始部落呢 他们会喜欢年轻 丽庄 长相 漂亮的 我觉得雨林特别可爱 再去捕鳄鱼 小米6 变焦双摄拍人更美 本节目由拍照黑科技的小米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凯门厄两米以上的吧 都是非常大的这个劲儿 包括它的咬合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凯门厄都会在不太深的地方 它会在水边 然后晚上拿手电一照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反射的红光 就小红灯似的 那就是凯门厄的眼睛会散光 它会在湖边这种会比较多 准备去捉鳄鱼 说真的晚上的这个 亚马逊丛林 我是有点害怕 其实它的晚上想想是挺可怕的 各种的虫子呀 动物啊什么 都是晚上活动的密集期 不过跟着有经验的猎手们 应该还好 去看看他们说 今天要去抓鳄鱼 去看看他们能不能拽到 如果是有月光的情况下 你是能看到很多东西的 然后最可怕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云彩把月光全遮住 然后你是看不到什么东西 林子里就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 比如说这个手电呀 或者什么一不小心扫过去 你可以看到有这个 各种眼睛的反光 因为凯蒙厄都会在不太深的地方 它会在水边 然后晚上拿手电一照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反射的红光 因为确实是水位上涨的非常快 下完暴雨之后 整个河水的水位都涨了 转了一圈 然后挺失望的大家就回来了 他们人特好 今儿衣服都湿了 然后说你们老子给你们生怼火 暖和暖和 瞧啊 你们这衣服湿的 谁过来烤火了 从中国带回来的奶油蘑菇汤 就这么烤的 烤完了之后 下完了水下完了雨 水湿了 筐一口热汤一喝 就不会生病了 对 这么喝 嗯 还是你那个好喝 嗯 那个那个够好 嘿嘿 嘿嘿 在原始部落呢 就是他们会喜欢年轻 立壮 然后长相漂亮的 球 大方点 所以子冠和球六都比较受欢迎 尤其子冠又会一些西班牙语 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西班牙语就能贴近语言 能交流一些 所以大家都特别喜欢子冠 小小快 过来 快点快点 把子冠的衣服脱了 快点 快快快快 西中一下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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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儿 二会儿 一会儿 二会儿 不管在哪个部落 王子冠都是最受欢迎的 来 急急甩回去 快 快 二会儿 哎 哈哈哈哈 又是新的一天了 我们早晨要跟着家里的女人去抓鱼 然后他们说是用的抓鱼 而不是钓鱼 所以要去看看怎么回事 他们的捕鱼和想象的还不太一样 原来我想象肯定是去钓食人鱼 然后我就觉得 我这有经验呀 我麻烦我钓过呀 有这种浮屏的地方 会比较容易找到食人鱼 但是跟他们这次 又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他们是找了这个专门的一种植物 然后把这个植物的叶子踩下来 踩下来之后 我就是坐着这个小背笼 我一直背着 我终于知道他们刚才砍那个叶子是干嘛的 因为一会儿要去抓鱼 所以他们要把那个叶子做成树光 所以你看虽然我们语言不通 但是我看懂了它的意思 那这一棵植物呢 是他们用来作为麻药来去麻鱼的 所以这为什么是抓鱼而不是钓鱼 看他们拿着网子 然后把这个叶子踩在网子里 那刚才他跟我表示说 一会儿呢要把这个叶子捣碎放到水里 然后去把这个鱼进行麻醉 然后捞上来 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分工非常明确 看两个人在栽叶子 然后剩下四个人在编书包 我们等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去抓鱼 把这个背了一篓子叶子 一直往这个林子里面走 然后走到快到河边的时候 有一块土地 然后把旁边的这个树呢砍掉 然后做这个 就是咱们说 就跟导要的这个柱子似的 然后在地上挖钩 就挖一个小棚 然后把这个叶子呢 都放在这个坑里 拿这个柱子 一直在把所有的叶子都砸碎 都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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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虽然只干了几下 但是真挺累的 而且我发现 干这个活一定要像她那个姿势 就是跪在地上 这样比较好使劲 刚才那样真是挺累的 我准备抓眼 捣完之后是这样的 把所有的这个叶子全砸碎了 我们快要弄完了 现在是把所有的这些干净的放在叶子上 包好之后放在筐里 继续拿着去河边 让我拿着一兜子麻药 特别滑啊 你们小心 我们这儿的这一块儿的水就浑了 他就跟我说 一会儿从这儿过的所有鱼 就会暂时瘫痪 现在大家在顺着这个河流的方向往下走 因为刚才我们的那个麻药 已经泡在水里了 但是它会沿着河水一直在往那边冲 所以大家现在就沿着这个河的方向 再往下游找 看到了吗 都是从这个水流过来的 然后它们因为可能太小了 所以会被这个麻药暂时的麻痹 然后就被轻而易举的捞上来 你看它长了一个好长的尾巴 还有这个小鱼其实要长大还蛮好看的 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鱼 它们应该也不会是用来吃 这么小的估计也就放了 看看有没有大的 希望它们才能游走 这儿很难抓要再大的鱼了 这已经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鱼了 而且它们很厉害 每一种鱼 它们都认识 都知道叫什么 呃 what's the name Dev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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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分得出来有什么区别吗 这就是需要在亚马逊里面的生活尝试 现在能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对的方向是东北方向 那这个河的走向也没有错 还是自西向东在流 但是在这一定要纠正一个概念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亚马逊河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分支 一个一个小的支流 好 我们现在继续向前 亚马逊河比这要宽得多 我们继续向前走 看看前面会不会有更多的鱼 被它们扎到 看起来是小瀑布的效果 但只因为这儿有一个树根 这个树根非常的大 然后形成了一个小瀑布的效果 然后所有的鱼会顺着这儿游下去 就是我当时还一边说一边在往下走 然后直接一脚下去之后就在水里了 不带东西是没想正确的 然后最可恨的是我下雨之后 仨人谁都没理我 继续在那儿拍 就我这笨媳妇我跟你说 没辙 你说在北半球在阿拉斯加掉河里 快起来 掉水里了 哎呀 一个笨蛋丫头 然后这回去了华拉尼部落 依然掉河里 它就跟河有撇不清的关系 它永远会掉到河里 我告诉你们这儿有多深 就是一脚下来应该是在这儿 我现在找着也垫着点 一开始我以为就是有一条大鱼 然后所有人都非常紧张 然后就在那儿警戒也就到这儿找 不准备 大家都特别高兴 因为本来是来捕鱼的 但是这是个意外收获 以大家的力量终于把它抓住了 然后大家都特别的开心 这个动物我也是第一次见 真是有点奇怪 有点像兔子 然后又有点酸 我们最后查了一下 它应该是叫南美刺豚鼠 因为它是从水里被揪出来的 然后那个毛油光正亮的 其实还挺招人喜欢的 但是对于它们就是食物 当它们在捕获猎物之后 会有一种非常 非常棒的刺激 我觉得这种方式 非常特殊的 这种生意我们也会记录下来 OK 走了 今天他们有肉吃了 又有鱼鱼 又有鱼鱼吃 等下把它烤热了 这个毛一刮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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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们处理的方法 跟再养到妈妈一样 也是特别小心的 先把它切开 然后不把肠子和胃弄破 应该够一家人吃一顿 所有的猎物做法 在我看来都是这样的 然后调料就是加点盐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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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吃的鱼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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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一个 再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 铁齿类的动物 比如说灵长类的动物 在烹饪的不到位的情况下 它还是身体里会携带一定的病菌 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 就一直在吃着这些东西 他们会有一定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进入的人来说 可能这个也会造成一些病毒感染 所以这也是我们 就是两方面吧 其实就是 不吃他们的食物的原因 我觉得在这两天在华达尼部落的最深的感受 就是其实这儿的人他们了解外界 他们也知道外界是什么样子 但他们依然选择喜欢在这个地方生活 我觉得特别好 能够看见这些孩子跑啊跳啊游泳啊 然后大人们也生活得很开心 至于环境污染我想说 刚才他们其实也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现在森林的砍伐越来越严重 然后可能石油公司的过度开采 也让他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 他们希望能够避开这些对大自然有危害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觉得生活其实真的挺美好的 但是地球只有一个 就好像亚马逊是我们地球的废 保护环境从自己开始吧 也为了让更多的人生活得更美好 这些欢迎仪式一样是个送行仪式 因为我们要离开了 然后现在出来的这几位全都是部落的长老 就是长辈 岁数比较大 岁数比较大 全都是长辈 然后年轻人是不让参加的 随着我们在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就真的是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会越来越多元化 你不能说石油开采就是错的 确实从事实的角度上来说 它挤压了这些原始部落的生存空间 然后它让森林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破坏 砍伐 然后它会对亚马逊的生态环境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石油开采也造就了很多人的就业 让这个勒瓜多尔的国家的经济发展 也一直在持续发展 当地的组织部落 他们有些人愿意出来 接受外面的新鲜事物 接受外面的文明 但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不愿意出来的 他们就想保存着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 就是发展经济的同时 你怎么能保护他们的生活环境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跑给大家 如何用小米拍一张透明照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风景 拿出小米混合拍一张照片 放大这张照片 直到它与风景的比率完全吻合 保持手持小米手机混合姿势不变 找到合适的角度 用另一只小米手机按下快门 这样你就拍了一张透明照 她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被剖了硫酸 她的丈夫在外面有外遇 她去找她的丈夫理论 然后她的丈夫就把硫酸剖向了她 半边脸完全会荣 她今年已经50岁了 在她14岁的时候做保姆 政府官员想要对她进行一些侵犯和侮辱 但是她拒绝由此就被克硫酸 在印度其实有很多女性都在受着这种伤害 好本期问语答要跟大伙见面了 然后这期的问题大多数是关于飞行的 塞拉里昂北关小黑屋 其实我觉得问题是出在塞拉里昂明杨的内部 因为他们批准了我们落地许可 他们又撤销了我们落地许可 但是他们批准的时候 他们告诉了对方 告诉了吉内亚比哨的机场 然后他们撤销的时候没告诉 所以吉内亚比哨放心了 所以我们到了塞拉里昂没有落地许可 最大的感受是我们还活着真好 然后中国造的飞机太牛了 早就有默契 当然还记不记得跟大伙在之前的直播的时候 一直说我们卫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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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购置的一些卫星设备 还有很多 然后我们再测试 以后希望我们能在世界各地 拿着小米手机跟大伙用卫星直播 咱们下期问语答再见 拜拜 看独家精彩微博花絮就在腾讯视频 扫描关注我们的旅行官方微信留言回复赤道 即可观看微博视频 最好玩的赤道公园 扫描关注张欣宇微信留言回复理解 2007就会告诉你 如何理解全世界最奇特的生活